世界中央廚房週四 公開了日前在以色列軍方空襲中 上身的7名救助人員的相片和身份 他們分別是巴勒斯坦人 阿布塔克 來自澳洲的法蘭克金姆 英國公民查普曼 牽達神和基比 擁有美加雙重國籍的費利經格 以及波蘭公民索博爾 以色列軍方負責人表示 襲擊是由於錯誤識別導致的 本來不應該發生 同一日美國總統拜登 和以色列總理萊塔利亞胡 進行了接近半小時的電話交談 據白宮官員指 拜登總統對這次襲擊感到憤怒和心碎 但是並沒有改變對以色列打擊哈馬斯的堅定支持 而在星期四 有特拉維夫居民發現 GPS服務被中斷 哈格里少將在之後的講話中證實 中斷GPS服務是以色列軍方采取的防禦措施 伊朗革命衛隊的七名成員 星期一在以色列對伊朗駐敘利亞使館大樓的空襲中喪生 伊朗揚言報復 引起外界對中東衝突升級的憂慮